这样一个400公顷的矿区 然后实际开采面积可以高达185公顷的矿场 实际上距离我们富士村的部落 最近的距离才300公尺而已 大家可以想象在自己家后方300公尺的地方 日夜这样进行爆破式的开采 族人在忍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尤其是其实1973年雅尼进驻当地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以一个欺骗的手段 从族人手上夺取了他们的元宝帝 而且造成了50户的部落 从他们原本居住的平台下迁 才到了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请到我们当地的狗尚牧师 来帮我们代表部落讲 来发言跟大家说明 部落以前跟雅尼相处的过程里面的遭遇过 感谢观看